机上餐点是许多旅客在飞行时会在意的重要环节 那为了提供旅客更好的飞行体验 航空公司将餐点服务升级 与烧肉餐饮集团耗时将近一年的时间 将烧肉变成了机上餐点 希望让旅客们在飞机上也可以享受美味 滋滋作响 美味烧肉让人看了食指大动 想要吃烧肉不一定得到烧烤餐厅 现在在飞机上也吃得到 航空公司与烧肉餐饮集团攜手将机上餐点华丽升级 在我们北美的洛杉矶旧金山西雅图 以及纽约的航线上先来退出 而且是全舱等都有这样烧肉的一个餐点的服务 双方其实经过了将近一年左右的研发 日本A5公旗和牛特选牛排与烧肉还有汉堡排 等众多令人垂涎的美味餐点 想要在飞机上享用 背后也花了不少心力突破环境与用料限制 肉质的部分 当然是没有办法限烤 有很多的就是有限制的 就是环境之下 那些风味跟肉质互相一直在研究 然后就是最后 我们就是彼此还可以满意的程度这样子 研发期间利用各式厚薄度的肉片 多次进行测试与比较 并制作出精美餐点 希望能为旅客在旅程中增添难忘的美味回忆 3新闻精神称呼